哎哟 你看 你不怕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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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怕我呢 猴子大爷大啦啦创进家里 才不甩你人类类 大摇大摆拿起桌上的香蕉 直接窝在电视机旁 狂客起来 下一秒更傻眼 怕出住家开始大秀特技 电线上表演起走钢索绝活 从社区这头走进另一头 住宅区悠闲逛大街 猴子老秀没再怕 但民众可是怕爆了 当然可怕 蹦蹦蹦 很大声不过什么 从弄浪板过去的谁 蹦蹦蹦了 我说奇怪 怎么声音 从那个屋顶上跳下 对他人跑他人就吓了 眼神都会怕 一下活泼狂跳 一下坐在屋檐上思考猴身 猴猴在县市区不少民众狂酸 不会又是六福村的靶 会不会又有猴子逃跑路线 实际回到猴子主舞台 就在细致水源路这处社区内 虽然靠近山区 民众却几乎是第一次看见猴子出没 甚至还把住家当成水果把废 吃到饱 楼上百香果有被吃 我们家的狗有在叫 就是有猴子这样 就这么久也第一次 遇到那个猴子跑过来 会抢人家的东西 会怕 或是怕会抓人吧 跑到民宅大淡美食 水果吃好吃慢 让大家傻眼又惊吓 担心无辜民众遭到攻击 黎正已经通知动保处进行诱补 就怕猴子大爷 真的把民众住家当自己家 记者林传安 黄玉兰新闻市报道 我是陈志根 从采在风灾的摊方断桥 到卫星云图背后的天气预报 棚内棚外的采访播报经验 持续冲击火花 督促我们报道真相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